2月6日消息 昨天有消息称华为正研发三折叠屏手机 现已得到AT数码闲料站证实 他还提到华为即将发布的新一代轻薄小折叠屏手机将延续前代设计 搭载麒麟90000S5G芯片 配备4520毫安时电池 支持66万快充 还对镜头模组和复屏进行了升级 并将提供紫色素皮和灰色玻璃版本可选 而且艺术版依然会采用3D浮雕工艺 根据华为经销商AT看山的叔叔的说法 华为准备在2月份推出新环翻盖式折叠屏手机 这也是继华为2021年发布的P50 Pocket宝盒 即2022年的Pocket S之后 又一款小折叠屏产品 目前还没有关于这款新机的参数爆光 只确认新机代号为LEM 定位可能会类似于Nova机型 部分华为门店将会在春节过后开启盲运 截止发稿 华为商城集有4988元的Pocket S仍在销售 该机搭载高通骁龙778G4G处理器 配备6.9英寸内屏及1.04英寸圆形外屏 内屏分辨率2790乘乘1188 支持120赫兹刷新日 1440赫兹高频PWM调光 300赫兹触控采样率10.7亿色 P3广色域外屏分辨率340乘乘340 根据现已爆料 华为Pocket S25G相比上一代 主要包括以下提升方面 骁龙888 4G 麒麟 9000 S5G 40万66万超级快充 4000毫安时 4520毫安时电池 相机模组变大 传感器升级外屏更大 新增紫色素皮后盖 以及灰色AG磨砂玻璃后盖 银河京东方定制2XXXPWM调光护眼屏 提供4种School 12加256 12加512 16加512 16加1T